那其實成立石化專區 其實政府也不是第一次提出了 那當然以前沒有辦法做到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卡在 周邊的居民抗議 甚至必須要千村這個問題 那這個千村的問題是怎麼辦呢 政府其實有沒有辦法 真的找出一些具體的方案 找出一些實在的一些地點 來讓這個千村能夠完成 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的做法 才不會說就是空口說沒辦法做 我相信這一次 就是說他之所以會選在南興計畫 還有就是那個第二貨櫃碼頭 旁邊的那個填海罩路 它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 當地沒有居民 那選擇那個地方的話 它會在一些土地徵收方面的問題 會大大降低 對 那如果說是要排 高雄市在這次事件之後 不希望有所謂的石化專區 在高雄境內設立的話 那就誠如您說的 可能土地徵收的問題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我相信就是石化業 如果高雄不要 其他縣市意願也不高